年轻漂亮的人妻深夜抽出丈夫的杀猪刀疯狂向他刺去 觉得丈夫彻底没有动静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做出杀夫这种害人听闻的举动 这事还得从阿氏的身世说起 阿氏是个孤儿 父亲早逝 母亲无法独自抚养孩子 为了能吃伤一口饱饭 母亲靠出卖了身体换粮 才勉强带着阿氏度日 但这件事被家里的亲戚知道了 阿氏的叔叔带着亲戚过来抓奸 他们冲进来对阿氏母亲一顿打骂 之前跟他一起的男人是个军人 先行事不对 拿起枪和衣物就跑了 叔叔打完人就跪在祠堂前 磕头赎罪说自己对不起祖宗 没管好家里的人 母亲只好哭着说自己饿 而阿氏一直被婶婶牵着不敢靠近 母亲受不了屈辱 拿起军人留下的刀自尽了 阿氏见状冲上前去叫妈妈 她拔出了母亲腹中的刀 鲜血瞬间见了她一身 此后阿氏就继续在叔叔婶婶家 帮他们家带孩子做家务 等到阿氏二十岁的时候 叔叔就让他嫁人了 临走前告诉阿氏 他现在端的是别人家的饭碗 有福做叔叔的也享受不到 有难他们也分担不了 意思就是你长大了 以后的事情好自为之吧 阿氏穿着母亲生前留给他的衣服 拿着一个包袱 独自一人走到了丈夫家 他们没有婚礼一事 更确切地说 阿氏是被卖到这个男人家里来的 男人在村里有个杀猪场 名叫姜水 手下都叫他大哥 当晚姜水请了媒婆和几个兄弟 在家吃饭算是庆祝 而阿氏只能畏畏缩缩地待在房间里 看着客厅里的人吃肉喝酒 不禁咽了咽口水 他一整天没吃东西了 可他害怕不敢开口 只能忍着 等姜水把客人送走 走进房间问阿氏饿不饿 阿氏不说话 而且十分抗拒姜水的触碰 可一个柔弱的女人 打不过一个强壮暴女的男人 姜水借着酒精 根本没有一丝连相惜语 阿氏的新婚之夜 过得惨不忍睹 第二天 姜水照常到屠宰场杀猪 村里的人都瞧不起他 也不敢靠近他 因为他造孽太深 按照村里的习俗 这是要遭报应的 谁也不想沾染了晦气 他自己心里也明白 总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样 对阿氏 也只当他是发泄的工具 从不当人看 一个下雨天 隔壁邻居家的阿网官 趁着姜水没在家来找阿氏 告诉了他姜水迟早要下地狱 他当老婆也会受牵连 要经常到庙里去拜拜 好消除罪孽 并且邀请阿氏有空 可以带他一块去寺庙 阿网官表现得十分可怜阿氏 直到他受了罪 给了他一盒膏药 用来抹在伤口处 阿氏除了在叔叔家 在外没受过别人的好 对阿网官自然没有戒心 就把对方当作了知心朋友 在这没有盼头的日子里 也好有个伴 天黑前姜水回到家 因为打牌赢了一些钱 甩给阿氏几个硬币当作奖赏 前姜水睡下了 阿氏才低头找着几个散落的硬币 他想存起来 留作以后做备用 没地方藏 就把白天阿网官给的膏药盒拿了出来 将里面的膏药抠掉 接着把三个硬币放了进去 盖上盖子 小心地收藏着 生怕被发现 阿氏不敢靠近姜水 更别说跟他睡一张床 当晚就靠在厨房的壁炉前睡着了 白天阿网官带着阿氏到井边打水洗衣服 那里早就围坐着几个妇女在说八卦 等阿网官来了 他们都调侃他命好 阿网官听了便数落起他那在家的儿媳 睡到日上三干部说 洗衣做饭都要他这个婆婆来做 可见他跟儿媳的关系并不和谐 阿氏见阿网官拿着几炷箱对着井口参拜 问他是何缘故 阿网官给他说了井口的典故 从前有位叫菊娘的女人 当下人的时候未婚先孕 别人都说孩子是府上老爷的 受不了风言风语 就从车跳了下去 之后就有人谣传说 夜里会看到菊娘一个人坐在井边梳头 或者围着井边走动 迷信的村民认为菊娘定是有冤屈 为了不冲撞鬼神 拜一拜总是好的 有一天阿氏跟着几个妇人要去寺庙祭拜 路上遇到他们的熟人名叫阿燕 这个苦命的女人丈夫死得早 家里还要养三个孩子 为了维持生计想买几只鸭子回去养 之后卖卖鸭蛋也是好的 妇人们嘴上说着可怜阿燕 但没有一个人真正会帮她 阿氏见他们走了 自己也跟了上去 那些妇人像是没见过阿燕一样 继续有说有笑 方才的怜悯之情全然消失了 只有阿氏真的觉得她可怜 阿氏跟阿网官走了很近的事 被江水知道了 江水似乎很不喜欢阿网官这个邻居 可能是因为阿网官嘴碎 江水教训阿氏 让她少跟阿网官来往 夜里阿网官就跟儿媳阿彩吵了起来 周围的邻居都来看热闹 阿网官不满意这个只会冲撞她的儿媳 儿媳更加看不起她这个 跟别人偷情的婆婆 虽然她没亲眼看见 但她说她丈夫阿清看见了 当周外人的面 阿彩没给婆婆留一点面子 还把阿网官锁在了门外 阿网官被气得不轻 直到阿清回到家 敲开了门 逮着阿彩就是一顿打骂 阿彩受了委屈 当晚就收拾行李回了娘家 江水看完了热闹 转头恐吓阿氏说 要是再跟阿网官那个老不死的一起 就会像阿清教训阿彩那样打她 阿氏在她面前总是唯唯诺诺 不敢反抗 回到家里吃饭的两人没多久 就听到阿网官的叫唤 嚷着自己不想活了 随后听到一声玻璃破碎的声音 江水身觉不对劲 放下碗筷就冲出家门 阿氏在后面跟着 到门口一看 原来是阿网官上吊自杀了 江水连忙割断了绳子 将人救下 人还没断气 他命令阿氏手扎网官 自己跑出去把阿清找了回来 江水的见义勇为 让阿清一家从此对江水改变了看法 江水倒是不以为然 他自己恐怕都不理解 为什么会这么做 村里的人都怕他 他也没给过谁好脸色 更别说其他人的感激之情了 江水娶媳妇之前 总会去莱春阁寻欢作乐 因为阿氏来了月事 他不好办事就出来了 小姐羡慕阿氏能嫁给江水 在当时那个战争年代 能吃少饱饭都不错了 何况跟着江水 每天都有猪肉吃 真是享福的命 邻居阿清靠打鱼为生 为了感谢阿氏夫妻俩 送给阿氏一条鱼 和一张新买的布料 阿氏对新布料爱不释手 但他不敢告诉江水 只能偷偷藏着 到了晚上全村祭拜的时候 阿氏路过井口 他朝井口前程一拜 仿佛看到了死去的母亲 村里请来了道士做法事 江水也来凑热闹 阿清见到他 就说让他也拜拜 江水嫌弃地说 自己不跟他们 这些逃海人一样迷信 江水是个口是心非的 在他的屠宰场门前 有一座碑名 叫寿魂碑 现四处无人的时候 江水就会带着 铭币和香烛 朝着石碑前程祭拜 他望了望自己的屠宰场 心中似乎 也升起了 对生灵亡魂的敬畏 江水像往常一样 跟几个朋友 聚众打牌赌博 因为手机不好 一直输钱 赢了钱的人 想走被他拦下 那人说了句 知道你杀猪有水多 就把江水彻底激怒了 他打心地认为 这些人瞧不起他 认为他是个灾祸 他没有真心的朋友 又生性敏感 听不得外人说他半点不是 于是就跟人扭打了起来 在家做家务的阿世 想拿着新布料 去找阿网官聊天 结果发现人不在家 经常跟着阿世玩的小女孩 见他在找人 就把他带去找阿网官 此时的阿网官 正在跟几个妇人聊八卦 阿世刚要进去 却听到他们讨论的 原来是自己 带头的阿网官说 阿世水性羊花 跟他死去的娘一样不检点 因为江水救了他 原本看不惯江水的阿网官 此时此刻 正在其他面前 夸在江水是个好人 而从前百般可怜的阿世 已经成了他嘴里的荡妇 阿世看清了阿网官的真面目 知道自己从前的真心都错付 是他自己傻 以为会有人真诚待他 轻易地就信了人 打完家的江水 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 看见路边放着的东西 不顺心就一脚踢开 这一幕 被路过的军官看到 用枪指着命令他捡起来 江水只能顺从 他逼了一肚子火回到家 看到阿世一脸阴郁 心情就更加不好了 阿世自从听了那些闲言碎语 愈加反感 跟江水亲热 一副誓死不从的模样 惹怒了江水 直接将他推倒在草堆里 阿世推开江水想要逃跑 在门口撞进阿网官 下了跌坐在地 随后又被江水抓了回去 阿世被打得神志不清 但也咬紧了牙关 发不出半点声音 因为他知道有人在听 那些听见声音的人 正在议论他 自尊心促使他铁了心 不叫出声 阿世败了江水的性质 等他打够了 就骂骂咧咧地走了 阿世就这样 在草堆上睡了一夜 之后 阿世做什么都一个人 形单影只 他用攒下的钱 买了几只鸭子回家养 想着之后卖了换钱 被江水发现 因为阿世觉得 他杀猪养不起他 一怒之下 就拿起菜刀 泄愤般 以下又以下乱刀 砍死了那群鸭子 阿世害怕地哭了起来 原本活蹦乱跳的鸭子 已经奄奄一息 此时的江水 没了之前一刀 砍死一头猪的气势 反而产生了 无端的恐惧和迷茫 为了惩罚阿世 不听管教的行为 江水不让阿世吃饭 一旦被发现偷吃 免不了是一顿毒打和辱骂 当初阿世嫁到这里来 就是为了能填饱肚子 他一直记得 跟叔叔分别那天 叔叔对他说的话 不管他从今往后 是福是祸 都已经跟他们没有关系了 他不可能再回去找叔叔 因为他是个累赘 而这肚子的阿世 出门找工作 对别人说 只要有饭吃 做什么都行 但是谁都不愿意 接纳这个女人 就因为他丈夫是杀猪的 受尽了村民的白眼 无奈的他 顶着太阳走在街上 最终晕倒在路边 被路口的阿清救下 抱回了家 阿世因为太久没吃饭 营养不良 还发起了高烧 得知自己老婆 晕倒的消息 江水连忙赶回了家 进门就看见阿清 细心地在给阿世喂水喝 江水见不得自己女人 跟别的男人有关系 伤前一把推开了阿清 认为阿清不安好心 阿清因为江水救过自己娘 对江水的拳打脚踢不计较 走之前还教训了一句 不要把人不当人 江水心想 现在是什么人都能教训他了 无处发泄的他 只能殴打阿世 强行拉着阿世 到屠宰场 看他们杀猪 血腥的场面 让阿世极度不适 他胃里是没东西 不然早就翻江倒海吐了 江水还不解气 抓了一堆猪内脏甩给阿世 让他洗干净 这一下把阿世吓得不轻 直接晕了过去 阿世被拖车 拉回家的样子 被全村的人都看到了 等他醒来之后 就换了一身黑衣 在家摆了个简单的祭台 手里拿着香祭奠 他这是在为那些 死在江水手下的 动物亡灵超度 回到家的江水见状 以为阿世在咒他死 打骂已丝毫不留情面 阿世成了提线木偶 任由江水畜生般的 发泄兽语 夜里阿世身无可怜地 躺在床边 夜不能寐 无意间看到了 江水丢在床脚那把 用来杀猪的刀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悄悄地起身 没惊动身边的人 他拔出那把刀 义无反顾地 狠狠自向熟睡中的江水 刀刺下去再拔出来 反复扎了好几次 鲜血染红了他的白色卸衣 邻居家的阿网官 在缝衣服 听到阿世家有动静 原来是阿世半夜烧火 给自己煮了一碗饭 他面无表情 麻木地往嘴巴里扒饭 眼神空洞 无焦距地看着前方 第二天一早 军官接到报案 来阿清家询问目击证人 阿网官则聚集了几个 时常说八卦的妇人嚼舌根 他们都认为 阿世生在福中不知福 江水上无公婆 下无姑叔 不用出海种地 每天吃饱了水 睡饱了吃 谁还有这种命 即便是看到江水 对阿世的打骂 在他们眼里都是正常的 男尊女背的思想根深蒂固 男人打女人 那是家常便饭 阿世杀了自己丈夫 被认定是出轨 就像他死去的母亲那样不堪 没人会深究到底谁对谁错 在那个年代 谣言传闻 比真相更让人幸福 阿世被军官压制上了警车 车开往村口的路上 围了一群看热闹的村民 阿世在人群中 看到了叔叔和婶婶 原本想开口叫他们 只见叔叔连连摇头 示意别出声 接着就拉着婶婶走了 却一点也不关心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即便是知道了又能如何 谁会在乎一个杀人犯 而那些妇女的嘴 何尝不是杀人的刀呢 《杀夫》是曾壮祥指导 夏文西主演的剧情片 根据1983年联合报首奖 同名中篇小说改编拍摄 1984年在中国台湾上映 阿世不懂世事 一直很依赖邻居阿网官的言论 作为例设标准 知道谣言是阿网官传出的之后 心中的信念从此崩塌 最终忍受不住江水的凌辱 选择了极端的做法 阿世和江水 都是世俗观念之下的 牺牲品罢了